HELLO 大家好,我是Hailey 今天這條影片我想回顧一下2019年 以及接下來對2020年有什麼展案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其實2019年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辛苦和有點迷惘的一年 當然由6月中開始 其實香港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有關係、有影響和關係的運動 其實下半年 你是湧著這樣 一件接一件事令到自己的心情很差 產品和自己想拍片和做很多東西的動力 都是消失的 你是沒有心情去吃喝玩樂 然後你會看到VLOG少了 但為什麼我的影片量基本上沒有減少過呢 是我自己一個很重視諾言的人 我每一條影片最後會跟大家說 我每一條影片都是6月的日到3點 或是日的日到12點 一個星期兩條影片 我覺得這個是我對於大家的一個承諾 所以就算很沒心情 或者是很辛苦、很忙、很趕著去做 我也很希望可以達成我對於大家的一個期望 一個承諾 我想說一個心底裡的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我在年初的時候是簽過經理人公司的 是不是不覺得呢? 沒錯 我自己到現在都覺得不覺得有這件事發生過 那時候我簽的原因就是 希望可以加快這個頻道的成長 看看他可以去到一個什麼的位置 可以接觸到更多不同的人 但是事與願違和我想像中好像是兩回事 所以去到最近其實就已經很快就這樣解約了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 怎樣去分配我的時間 又有一份正職 然後又可以這樣拍片 還要出片量是不低的話 很簡單就是犧牲你自己私人的時間 我是一個很有時間規劃的人 每一天已經想好了 究竟要做了多少的事情 我才會去收手 才會去睡覺 才會去攤頭 例如我是星期一一定要剪完影片的長度 星期二、星期三要進入所有影片的字幕 星期四就要做完所有的效果 要載影片 然後星期五就做一些後期的封面圖 或者打description box 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發現你哪有時間出去玩呢 所以我一個月可以約朋友吃飯的日子 大約是兩天 我不是想慎辛苦 因為這件事是我自己過日的選擇 但是因為實在太多人問 是不是劍職拍片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是不是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堅毅、恨心 一斷了你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藉口去懶惰 所以我一直都不讓自己任何一個理由去懶惰 然後我今年其實反思了很多不同的拍片題材 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美女 所以大家看到的化妝片 我不會做那些大頭的 展示妝的那些 其實我每一次都會拍這些show的 然後每一次我都很想打爆的 所以我最後都沒有出過來看這些狀況 我覺得不是我的style 我很喜歡像朋友一樣 一個距離和大家聊天 或者我這麼近距離指給大家看 另外我不是一個專業學過化妝的人 我純粹是用過很多產品 很喜歡化妝 所以大家應該會留意到 我從來都不是出教學的 我純粹是做一個分享的角色 所以大家如果在樓下看到一些關於人生攻擊的留言 其實我不會生氣的 因為我都真的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美女 所以你罵我羊羞這件事 我會接受的 因為這件事不一定是在Youtube發生的 你在學校也好 你在公司也好 你在朋友圈也好 都一定會有這些背後覺得誰漂亮 誰不漂亮的言語 留言的出現 所以不要緊的 你可以照留言 還有我覺得Youtube這個平台本身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創作 不一定我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不一定是有什麼很大的技能 只要我想分享 其實就可以分享你自己所有的意見 這個就是一個這麼自由的平台 太多人問我是不是瘋狂的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人說過我瘋狂的 我說話本身是很噁心的人 我已經就著這個頻道 我是盡量咬字好一點 而且我是瘋狂的NG 有時候我也覺得不行 這樣說太噁心了 我就嘗試去改善這件事 希望是慢慢地有好轉的 未來2020年我什麼計劃有什麼展望呢 其實就不會說數字上的展望 因為我完全不留意騙你的 但是那些數字會不會很影響心情的起伏呢 又不會的 我純粹是會靠那些數字去分析一下 究竟大家想看的影片是什麼的種類 哪些影片大家是比較多的興趣 我就可能會比較多的 我一直都在摸索的階段 我還未去到一個很成熟 或者很拿捏很好的一個程度 所以大家都可以多點留言 關於小吉去出鏡呢 我真的幫不了大家 因為小吉和我真的八字不太合 他是不會讓我抱的 他亦都不會上那張床 我是沒有可能保持著他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如果想見小吉的話 歡迎去我的instagram 我會多點post他的story出來 而另外大家應該會留意到 我很喜歡做一些giveaway的活動 因為大家其實看我的影片 聽我說 然後看畫面 未必可以親身感受到那些效果 以及我們未必同樣的膚質年紀環境 所以我都很想大家一同參與 真實體驗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是很努力去爭取不同的giveaway 去送給大家 然後我都會拍多些一邊化妝 一邊和大家穿鏡的片 因為都挺受歡迎的 那我自己就想elaborate我的dakin系列 因為這件事曾經是我自己一個專業 做了很多年有很多不同的知識 希望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好像比較小地近去拍片 所以除了分享一些我遇到有趣的事之外 我希望都可以令大家學會了一些小知識 總之呢 未來這一年我都會繼續努力 拍不同的影片 然後去分享更加多我遇到的一些產品也好 一些事也好 和大家分享 亦都希望可以多些giveaway 做到一個比較開心的頻道出來 對 希望這條影片不會悶到大家 對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身邊的 每個星期都會有很多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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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